心血管疾病的隐形杀手高脂血症,你了解多少? 提起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大众普遍聚焦在高血压关心病等一系列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其实,在临床上,心血管疾病患者都会患有一定程度的高脂血症, 它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元凶, 是心肌梗死、缺血性促重、脑梗死或关心病死亡等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什么是血脂?高脂血症该如何预防? 湖南省康复医院医生来解答。 什么是血脂?血脂是血清中的胆固醇, 甘油三脂、TG和类脂如磷脂等的总成。 其中胆固醇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docea是坏的, 促进血管阻塞,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docea是好的,可阻止血管阻塞。 总胆固醇,TC是血浆中所含胆固醇的总和。 什么是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的胆固醇和或甘油三脂水平升高。 具体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docea4.1毫米OL160毫克斗。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Keto-C。 总胆固醇,TC6.2毫米OL240毫克斗。 甘油三脂,TG2.3毫米OL200毫克斗。 生活中多数高血脂患者无任何症状和异常体征, 常常在体检时才被发现。 对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隐形杀手,人们往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如何积极治疗高血脂? 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治疗双管齐下。 健康生活方式是血脂管理的基础。 控制饮食中胆固醇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粗纤维食物等的摄入。 维持健康体重,坚持运动,建议每周五到七天。 每次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戒烟,陷酒。 药物治疗。 发现血脂增高时需咨询医生,通过专业指导进行药物降脂治疗。 不可自行服用相关药物及相关保健品治疗,以防发生不良事件,耽误治疗。 多数患者特别是已经发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者均需要长期用药,不能自行停药或减小用药剂量,否则会明显增加发生心肌梗死或促重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近年来,以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T为主的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ease,TVD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死因。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DOC是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 在当代医疗领域,高脂血症这一代谢性疾病已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种潜在的健康威胁,高脂血症的危害不容忽视。 一、高脂血症如何使坏? 高脂血症也称为血脂异常,通常指血浆中甘油三脂和总胆固醇升高, 也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 如下图所示,高脂血症会导致血管斑块形成, 从阻碍血液流动到形成血管堵塞。 这一疾病状态可能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关心病和脑血管疾病等严重后果。 二、看看血脂检查结果,你的血脂异常吗? 三、高脂血症的作乱路径。 高脂血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 大家看到的是体检或者检查时血脂指标的起伏。 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年都没有什么症状, 我们也就放松了警惕。 但是,也就在我们对高脂血症逐渐撤防的过程中, 它越发心狠地加速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迫害。 所以,只要是血脂异常都不能放松警惕, 而且越早干预越好。 看看高脂血症的凶狠吧。 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高脂血症可引起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严重者可出现心脚痛或者心肌梗死。 脑梗死。 高脂血症可导致脑动脉周样硬化。 诱发脑梗死导致中风、偏瘫、失语甚至昏迷等。 肾脏病变。 高脂血症引起肾动脉狭窄,造成肾性高血压、肾功能损害。 脂肪肝。 血脂过高,沉积在肝脏,造成脂肪肝。 重度的脂肪肝可引起肝胃伤高。 肝功能损害。 急性一腺炎。 肝油三脂过高,可引起急性一腺炎。 糖尿病。 血脂高易导致糖尿病,同时糖尿病也会加重高脂血症对于肾脏的损害。 身体肥胖。 多数是经常吃油脂含量或者是胆固醇含量偏高的食物所引起的。 此时可能会使脂肪堆积从而出现肥胖的情况。 头晕。 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可能会使血液的粘稠度有所下降。 从而影响到脑部的正常宫血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多尿。 如果未得到有效的治疗,还有可能会诱发糖尿病。 从而出现多尿的情况甚至会伴有多瘾的现象。 另外,也可能会出现肝脏体积增大、脾脏体积增大等危害。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血脂异常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从而达到改善疾病的目的。 四。 高脂血症积极寻求医生帮助。 血脂异常是一个慢性发展过程。 患者早期往往是没有症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会逐渐造成动脉老化性的改变,加之危险因素的持续存在。 对于动脉壁的影响就会逐渐加重。 当病情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后,动脉周样硬化等疾病就会随之而来。 所以,无症状血脂异常的治疗是国内血脂异常治疗的关键点。 血脂异常较为严重的患者需要积极治疗。 程度较轻,医生一般会根据危险分层来决定如何进行干预。 切记,不要认为没有任何症状就不进行干预,也不接受治疗。 为了减少动脉周样硬化,心血管病的风险。 血脂异常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 积极改变生活方式,好好坚持他听类降之药物治疗,不要随便停药。 而且即使血脂降到目标值后,也不应立即完全停药。 而是应适当减少用药剂量,因为血脂异常除有外界原因如饮食、运动等,还有自身代谢、遗传等原因。 它们在体内长期影响着血脂。 五、四类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达标值。 六、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预防高脂血症的有效途径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包括均衡饮食、增加运动和控制体重等。 此外,戒烟陷酒也是预防高脂血症的重要措施之一。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人们可以降低高脂血症的发生风险。 一旦确诊为高脂血症,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科学治疗。 药物治疗是常见的治疗方法之一,但生活方式调整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应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定期监测治疗效果。 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高脂血症的原因和症状有哪些? 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很多如遗传因素、不良生活习惯、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或患有某种影响血脂代谢的疾病等。 大多数高脂血症患者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多是通过咽血而发现的。 但除了血液的检查,部分高脂血症还是有技可循的。 一般而言,高脂血症的主要症状有以下几种。 黄色瘤,黄色瘤主要是由于胆固醇在皮肤内沉积所致。 表现为局部皮肤异常隆起,其颜色可为黄色、橘黄色或棕红色。 多层结结、斑块或秋枕形状,质地一般柔软。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盐碱周围扁平黄色瘤。 早发冠心病或动脉周样硬化性疾病,如果男性。 反复发作急性一线炎,这有可能是严重高肝油三指血症的表现。 因血中肝油三指水平显著升高时,血液中往往存在大量的乳迷微粒,类似水中的油珠子。 它们可栓色一线的毛细血管导致微循环障碍。 继而引发急性一线炎。 高脂血症该如何治疗? 高脂血症的治疗措施主要是改善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 少数情况下可考虑行血液净化治疗。 改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控制体重、规律运动、戒烟陷酒、保持良好心态、保证充足睡眠等是治疗高脂血症的基本措施。 也是最经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需长期兼职。 降脂药物治疗是目前治疗高脂血症最主要的方式。 目前主要的降脂药物有他听类、胆固醇吸收抑制剂、PSC9抑制剂、贝特类、高纯度鱼油、中肠药制剂等。 血液净化治疗需长期定期进行,且费用亡贵,仅用于一些特殊情况。 基因疗法为血脂异常的治疗带来曙光,但仍处于研究阶段。 即使开始药物治疗后仍应继续进行饮食控制和积极运动。 切记不可因为有了药物治疗就放松生活方式的干预。 坚持长期规律服药若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肌肉酸痛、乏力、尿成酱油色、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及时就医。